今天去馬路上撿一張紙來說 柯文哲你貪路 我需要為我自己的行擺辯路 氣到手敲桌 臉色鐵金 高鴻安福報助理費又報新市政 柯文哲力挺到底 同樣要選的戰友也拉高分被反擊 鐵證不是現在就可以拿出來一刀斃命嗎 每天講含有鐵證的人 請他拿鐵證出來 沒有的話就請他閉嘴 證據連環報 恐怕也很難讓證人閉嘴 民眾黨前立委蔡壁如就在節目上惊呼 看新聞才知道高鴻安助理費這樣搞 還發問助理們跟高鴻安有什麼深仇大恨 我也不能夠在這裡講說 誰的辦公室是怎麼做 或者是標準應該怎麼做 我想依法行政 那這樣子就不會有什麼問題 是否依法行政將是高鴻安案子的癥結 其實最少是他的前老闆郭台銘 用臉書表態說 新竹需要跳出傳統框架的人 而誰最合適 得靠新竹市民的大智慧 只是整段文字就是沒講明支持高鴻安 郭董這邊的話 我一定會跟他來做澄清說明 因為畢竟每一個人看到這種 就是誤導的報導 或者是看圖說故事的報導 可能多多少少都會有一些 不太正確的印象 所以我也會來跟他說明 這件事情的原貌 對比高鴻安以前出書面試 郭台銘 郭董幫他寫推薦序 提到不只一個高鴻安 應當有一百個 甚至一千個高鴻安 我們的國家和社會 就會有遠大的前途 昔日期待有千百個高鴻安 如今卻保留了幾分 未來高鴻安的官司難料 加上永齡基金會也捲入爭議 作為二零二次總統熱門人選之一 郭台銘發文保持距離 以策安全 三連新聞許謙 由一博SN消毒台報導